以赛亚书第25章 耶和华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称谢你的名 因为你以信实真诚 做成了奇妙的事 就是你远古以前所计划的事 你使城市变成废堆 使坚固城变为荒凉的地方 使外族人的城堡不再为城 永远不得重建 因此 强大的民族必荣耀你 强暴之国的城也要敬畏你 你做了困乏人的保障 贫穷人急难中的保障 躲暴风雨的避难所 避炎热的印凉处 因为强暴者所吹的气 如同直吹墙壁的暴风 你抑制外族人的喧哗 好像减低干旱之地的炎热 你禁止强暴者的凯歌 好像热气因云彩而消散 万君之耶和华 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美颜 有陈酒 满随的肥干和纯美好酒 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那遮盖万民的面金 和那遮盖列国的帕子 他要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 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 又从地上除掉他子民的羞辱 这是耶和华说的 到那日 必有人说 看哪 这是我们的神 我们信靠他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所倚靠的 我们要因他的拯救 欢喜快乐 耶和华的手 必放在这山上 但摩扬人在自己的地方必受践踏 好像甘草在粪坑中被践踏一样 他们必在其中伸开手来 好像游泳者伸开手来游泳一样 但耶和华要使他们的骄傲 和他们守所行的轨迹一同败落 耶和华必使他们高耸而坚固的城墙 倾倒下陷 落在地面 变作尘土 变责